魔女的法庭宣传海报 车口TV 提供记者冯亦宁台北报道 车口TV今天播出南韩悬疑爱情 据魔女的法庭第三集描述女性被偷拍私密影片并遭威胁 结尾紧张感加倍 而该剧男女主角跳舞也成卖点 魔女的法庭协和犯罪心理悬疑走向 男女主角个性1000名 深受网友喜爱 女主角郑丽媛大辣辣的傻大姐风格 竟在第一集就把尹贤明当作变态 第二集更因为经济困难 幻想向尹贤明借钱 硬将他压在墙上 第三集郑丽媛干脆直接出手 对尹贤明暴力相向 剧情真的神展开 尹贤明又的舞蹈动作 听说连郑丽媛看了都忍俊不住 车口TV提供 日前释出的宣传影片当中 两人心事一脸酷酷表情从远方走来 显露出检察官谨慎正义模样 没想到突然表情一松就开始跳起舞来 让人想到月星娇妻的练舞 郑丽媛 尹贤明难得秀舞艺 跳得有模有样 郑丽媛最后的Ending Fell还真帅气 有趣的是第三集当中 郑丽媛在洗澡更衣时 也忍不住轻松摇摆身体 其实郑丽媛早在2000年就以Jegra 舞蹈团体成员出道 舞蹈当然难不到他 倒是尹贤明在预告中的倒笑跳舞动作 让人很好奇 听说连郑丽媛看了 都忍不住笑出来 郑丽媛 做出神女团舞蹈难不倒他 ChocoTV 踢功 事件 我们kryp吧 我们查看